Crisadroak接是正常的 Kennedy为什么会用一手六八杂色去接啊 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那么周四 Thirsty Thursday 喝酒打牌两不耽误 来看看这周四都有哪些精彩的手牌出现 先来看本期视频的第一手牌 珊珊来迟的慰藉 来看牌 Lexo A7黑桃 在卡道位加注到了100 Nik老板装位 三四红桃 做了三败 Crisadro拿到一手好牌 1200的四败 60个大芒 最终三四红桃 还是硬着头皮跟了下来 看看能不能脏到这对K 翻牌 三有一张 然后给到Nik一个卡顺挺牌 口的K为什么反后不打呢 转牌 第二张三 哎呀 Nik反超了 在赏 C座下注800 Nik一点不急啊 直接跟下来 哦 这盒牌 我去 Check 完了 那Nik拿价值 哎呦 Nik竟然没打 哇 这手牌 打的话可能就干光了 难得Nik老板的嗅觉这么灵敏啊 真就觉得自己落后是吧 来看这一手牌 DGF DGF 57杂色 先手加注200入持 Lexo 抓位 K圈同色 K圈没有去做加注啊 可能觉得位置比较差 最终这是一个三人池 翻牌 Lexo拿到顶盾 排力还是挺强的 这牌面也算比较干燥 翻后 DGF卡顺挺牌 打一枪 转排红刀石 这牌面感觉还是没啥呀 DGF想通过进攻拿下底石怕是很难 尤其在考虑到Lexo有K的情况 这枪打得很重啊 打了800 鬼知道DGF会不会拿到一手弱K啊 Lexo继续跟了下来 他知道DGF经常会偷吃 最终合拍一张Ace啊 Lexo被盖上一顶帽子 RDGF再打2000 好家伙 把自己一手牌玩成了AK AK也好 一手棋手的25也好 25在买双头顺 连开三枪也说得过去 对吧 如果这手牌你盖牌 那么你还是不了解DGF 咱们接着往下看 这手牌呢 Crazy drawA圈 这位做了300 Johnny Lexo相继盖牌 剩下Kennedy一个人孤军奋战 位置比较差的情况下呢 Kennedy拿到顶段 而Crazy draw啥也没有 只有一手A嗨 那他必须要进攻 被动挨打肯定是不行的 诶 Crazy draw翻后没有打 转排一张Ace掉出来 Crazy draw直接推了 有点意思 这打的一头如此的明显啊 这就是告诉对手 我有A 这手牌我不跟你打慢的 现在就看Kennedy会不会相信了 Kennedy还是上了Crazy draw的套 责牌 我去 完了呀 Crazy draw没想到给自己去挖了个坑 想挖好坑等着对手跳 没想到对手把自己给推了进去 好一个Bad Beats 继续来看这手牌 LexoK勾加住200入持 Crazy draw圈十根柱 DGFA3方块跟住 翻牌 十勾圈 哇 这一手牌 好像 甚至跟Nate Hill都有关系啊 Nate Hill卡9的顺子听牌 Lexo的话 带着对买双头顺 亏贼肉圈十两对 而DGF呢 花顺双抽 还是一手NAS花的听牌 这牌发的 真不愧是Lauren的手气啊 K勾打240 Crazy draw圈十两对 反加到了540 DGF的 这手强听牌 继续推 嗯 他只是平扣了下来 来看Lexo怎么处理 牌面上现在AK还有K9已经成顺了 Lexo要好好想一想啊 自己会不会撞到K9 Oh in 他手里 上万的筹码直接推了 这么有自信吗 这手牌以我对Crazy draw 还有DGF的了解啊 这俩人是不可能改牌的 不用问啊 DGF肯定会跟的 单挑的话 还有点盖牌的理由啊 这么多人在是吧 这赔率妥妥的 来看一看这手三加Win的结果如何啊 两次发牌 发一次多好 以后周四周一啊 这种小恶桌啊 就应该定个规则啊 都发一次 转牌方块K 哇 DGF 同花拿到 皇家同花顺的 挺牌也到了 合牌 我去连发两张K啊 哇 这给Lexo强行发赢了 运气真的好 这哥们 没关系 还有第二次啊 看看 第二次是谁赢 方块有吗 黑桃三 DGF还是可以凭借着 哎呀 一张A4不行啊 盒牌 草花四连发两张空气牌 这样的话 Krazy Draw的圈石是笑到了最后 那么Lexo和Krazy Draw 一人赢下了一次 最倒霉的DGF呢 输了个金光 今天的摄像师是不是换人了 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有一个特写吗 来看这一手牌 魏姐拿到一对狗 而Kennedy拿到了一对K 尼克老板23红桃 这纯粹搅和 这600的三败 哎 Kennedy 口袋K选择了慢打 那还好 来看翻牌 哇哦 有勾 魏姐中赛 Kennedy 超对K 而尼克老板拿到了铜花挺牌 老人绝对是哈斯拉的艺术家 他发出来的牌啊 总是能保证每个人啊 都重点 魏姐翻后打一千 尼克跟住 这Kennedy肯定是不能忍了 什么情况啊 一个打一个跟 想跟我这买花呢 是吧 花我是不会卖给你的 于是Kennedy喊出low in 可以的魏姐 魏姐这个压在筹码上头的图腾 是什么小人来的 来看结果 转拍 一张六对于Kennedy完全没有帮助啊 只发一次的话 魏姐有机会可以拿下一个大鸡池 恭喜 再来看这手牌啊 这手牌 DGF拿到A圈翻前打得非常的激进 等会儿 魏姐这位可以接是正常的 Kennedy为什么会用一手六八杂色去接啊 这 这不是送吗 这我很不理解啊 Kennedy是不是喝多了 六八去接欧印啊 翻牌 七十十 呃 这给到 这还给到六八一个卡顺听牌 我靠 这 我这 这不是作弊吗 六八接欧印完事 还能赢 我去 这 这已经不是运气的问题了 转牌一张九 还给了Kennedy一个卡七的顺子听牌 这要是一个双杀 哇 这手牌如果真的合牌掉七 那么 二四年啊 最不可思议的一手牌 那就当属这手牌莫属了 六八接欧印 托克 太疯狂了